臨門一腳是最重要的。 無論你組織多好,怎樣花口, 到臨門一腳, 撻嬌,就是功敗瑞盛。 我們現在,正如剛才淘金先生議員所講的, 臨門的時候,究竟我們應該要再諮詢, 先押後,還是先通過後諮詢呢? 這個是我們現在這個辯論, 這個動議的最關鍵問題。 只要看有關的動議, 當然大家都知道議事規則十一條十二條, 基本上,過與不過, 政府如果是有心要再做的話, 絕對可以跟回第六條十六, 就可以去經過五天時間通知, 甚至如果主席是容許這個不用通知期, 都可以再拿上來。 當然也可能有些修讀我們要處理,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會不會好像剛才張宇人議員所講的呢, 就是今次如果我們終止了, 就等於我們又功敗垂成, 正如2011年那樣, 整件條例又要再重頭來個諮詢, 再等下一屆立法會才可以再有機會通過呢? 還是我們可以是經過大家的努力之後呢, 在若干禮拜之後再拿上來, 再爭取時間, 將有關的爭議減到最低呢? 將有關不必要的修訂放棄了它, 而是可以順利通過呢? 主席,這個整天都是一個很簡單的智慧, 一個預言的故事, 究竟我們應該是先停下大風, 先讓陽光出來, 還是我們用陽光呢? 對不起,我應該這樣講, 講具體一點就是, 陽光雨塌大風的比喻就是, 有人不斷拉著衣服的時候, 你應該是停下風, 或者肯吹吹它的風呢? 還是應該讓陽光曬一下它呢? 令到有關人士會因爲和暖, 於是將衣服自動自覺脫了出來呢? 主席, 聽所有同事們的一些理據, 似乎不外乎主張要暫緩執行, 或者要忠止的不外乎就是, 現在一,太多不穩定性, 無論在法律上,條文上, 字眼上的不穩定性, 又或者在事實上, 怎樣引用這些條文去某些個別例子, 包括有些不幸運的例子, 包括特首先生, 早幾天在台上表述, 然後轉在上網的一些事例, 究竟是應該怎樣處理呢? 主席,我們一向都知道, 法律是沒有完美的, 永遠都是會有些法例, 是要所謂test過,要測試過, 而測試的可能要經過一些很周長, 甚至很昂貴的訴訟之後, 才可以得到一個暫時的結論, 再要經過上訴庭, 再要經過終審庭, 才有一個叫做是法律上, 終止了有關爭議的一個定案, 而由於呢, 我剛剛才有機會看回我1985年開始看的版權法, 當時我剛剛在學詩的時候, 這本書都黑了, 都摸到黑了, 當中那本書的引言就說, 版權法可以說是英國法律裡面其中一個最複雜, 最麻煩, 不斷建更, 也都最受國際條約所影響的法律之一種, 所以由於它又不斷, 除了社會的轉變, 例如說, 我們差不多基本可以看回文藝復興年代, 工業革命時代, 開始有些法律慢慢積存出來, 是沒有一本法律可以很坦, 原完全全相對容易地將所有有關的法律可以列舉出來, 而無需要很多爭議, 很多暗藏的地方, 很多不明朗的因素。 所以如果要求這個法例可以在完全沒有任何瑕疵, 沒有任何質疑的情況之下, 才獲通過, 恐怕是吹無求疵, 愿目求愈來。 另一個主席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將一些人生裡面的事例說出來, 然後引用法律, 要毫無疑點地證明這些是沒有事或者有事, 才能夠安心地通過, 這個恐怕也不是一條法律, 任何法律可以做到的事情。 又或者說, 很多議員都由於他們的出席率不夠, 或者他們答案, 答記者問題, 問一些引用句子, 引用例子是不對, 不恰當的, 證明他們都不懂, 有什麼資格通過這些法律, 太生硬了, 不如我們再研究一下才再通過。 如果用這個量度去量度的話, 恐怕我們所有法律都可能通過, 因為實際上, 大家都知道作為議員, 我們不能夠對有關法律, 都是可以療如指掌, 更加不能夠對有關任何生活上的事例, 可以引用法律, 是講出的答案, 這不是我們參權處長可以做得到, 亦不是我們大陸司公會主席可以做得到, 更加不是一般, 我們立法會員可以做得到的事項。 主席, 只要多些時間去諮詢, 永遠都是, 諮詢是無了期的。 我們看看在2012年才通過的, 很多在外國的法例, 都不斷還在說要檢討, 譬如UCCG其中一個, 究竟是否加拿大通過之後, 究竟是對還是不對呢? 其他國家要否引用呢? 這是很多爭議在這裏。 而不斷,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不斷的國家, 不斷的社會, 由於商業的進步, 工業的進步, 科技的進步, 是不斷需要檢討他們的版權法。 所以這個, 與其說要再諮詢, 等到最新科技, 恐怕我們亦都是如目求如。 其實, 簡單來說, 就是歸咎於政治。 雖然我早兩、三天在電視上, 見到美國共和黨候選人, 最後一次辯論, 當中有八個候選人在辯論, 有機會做總統的人選。 他的辯論的內容, 除了說, 這當然是很精闢的, 關於在中東的, 關於在罪利亞問題之外, 亦都不少人真攻擊, 亦都是搞笑的東西。 所以這方面, 我覺得我們香港也不是太差。 但是, 看回現在, 目前香港的環境, 任何立法, 都少不免看回當地當時的時空。 正如現在美國很緊張關於, 是否應該要下閘呢? 是閘著那些所謂非法移民呢? 是否應該不准所有回教徒入境呢? 甚至乎有建議, 一個所謂frontrunner, 即是Donald Trump, 他提議, 我們是否應該要關掉互聯網呢? 甚至是將所有, 有關一些中東國家, 又恐怖活動國家的互聯網, 關掉它, 入閘, 落閘, 甚至是不斷檢視內容。 這些從來都不會想在美國發生, 或者提出來講的議題, 現在是熱烘烘地討論中, 甚至乎有關人士的言論, 由於他的言論, 他的資料不斷飆升。 所以究竟我們是否應該, 在香港這個時空, 是通過這個版權法, 而通過的過程, 或者我們通過的一些豁免, 應該去到什麼程度呢? 恐怕我們不能夠 抽離了香港現在的時空去討論一下。 主席,我首先講講, 香港可以說是大病初遇的社會, 即是今早很多同事都還包著嘴出席, 可能他們都還在流感。 香港是剛剛經過79天的流感之後, 剛剛大病初遇, 對於任何, 任何剋制限制我們香港人士的自由, 或者是任何對於社會上, 一些有強權補公理的做法, 都是非常之敏感。 另外,主席,我們身邊是我們, 是可能現在全世界第二個經濟體系, 最大的第二個經濟體系。 但是, 亦在互聯網方面, 在網絡空間的自由方面, 亦都可以說是全世界是包尾的。 這個這樣的情況, 令到香港人是顧慮, 可以理解的。 主席,也當然看回我們在 這個梁振英先生的政權, 過往的往績, 包括他本人一些私人的操守, 私人的行為, 上位的過程, 都是令到香港人很擔心, 究竟有關任何法例, 平時無所謂的。 但是如果有任何疑點, 黑暗面, 蒙糊的地方, 會不會被利用來做打壓工具呢? 這個香港是非常敏感的。 曾經有朋友說過, 我都同意的是, 香港人, 緊張它的自由度, 遠遠超過民主。 你就算沒有民主, 但是你給我們自由, 我們都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你取締了我們的自由, 減低我們的自由, 我們都會跟你死過。 正如我們見過, 為什麼這條例雖然不太恰當, 但是比例為23條, 大家都可以知道, 就是當年的50萬人上街的情況。 所以香港這一方面的敏感度, 我們必須要正視, 正如美國人, 他們要正視他們的傳統, 就是說他們可以一方面有一個, 持有槍械的權利, 但是遇到那麼多不必要的, 蒙古的槍殺的時候, 要怎樣處理呢? 又或者遇到現在當地, 連San Bernardino本身本土都有, 九一之後再一次有本土的恐怖活動之後, 他們怎樣處理好多問題呢? 是要正視的。 香港是經歷過這些問題之後, 怎樣正視這件事呢? 主席我們荒廢了三天時間, 為了要不應該暫緩執行, 或者是小小的終止了它, 就有機會討論。 究竟應該是好像張仁議員所說的, 終止了之後就永遠都回不了這一屆, 等下一屆, 還是比較樂觀、客觀地說呢? 是可以暫緩, 好像上一個禮拜的留會一樣。 一個禮拜, 似乎這個禮拜都不是完全沒有用的。 很多團體都可以有機會再商討一下, 很多議題都越變越明。 是不是多兩三個星期, 一個兩個月的時間, 令大家可以將爭議更加聚焦講講, 將有關的妥協更加可以做。 大家可以不需要為了一些終止辯論的時間, 拖了幾天, 根本做不到任何事情出來。 又或者為了一些不必要的修訂案, 拖倒整個議會, 拖倒我們餘下的議期, 而真的做不到事情出來。 還是我們可以真真坦誠地, 無論從一個業界角度, 從一些使用者的角度, 從政府角度, 甚至跟國際間一些有關勢力的角度, 看到一件事, 是否可以是一個相對來講, 拿到更加好的平衡呢? 有很多朋友說, 其實美國都有所謂Fair Use, 英國有所謂Stature Override, 為何香港不可以在這方面走多一點呢? 正如我亦都吸收, 不斷用這個例子講, 可能大家都聽過, Obamacare出現的時候是很硬正的, 是很有理想的, 但經歷過社會的辯論之後, 兩黨的爭議之後, 到最後根本是面目全非, 但為了通過這樣的一個大議題, 都沒有法子。 這就是民主社會, 民主程序所遇到的, 必須的一個過程。 當然Obamacare, 如果共和黨上場了, 馬上會取消他, 只要一個吉, 又是一個造字。 但是我亦都聽過一個, 或者我一個啟蒙的老師傅的說法, 就是民主政治, 用一個協調式的民主政治, 明明是A走去B直線也好, 有如有相當人士, 未必一定是大多數人士, 但是相當人士, 他說要經一經C才去B, 是更加好的話, 即使政府, 即使任何學者、專家, 認為A對B是最直接了當的方法, 但是在政治, 在民主政治社會, 必須行A去C才去B, 因為這就是民主政治。 現在我們面對這個問題, 是不是應該也要繞個圈子呢? 所以我覺得, 如果能夠可以多少時間, 即使是臨急抱佛腳, 很多人都不喜歡, 但是大家考過事都知道, 臨急真的要抱佛腳, 埋滿一腳是最重要的, 我們需要多一點空間和時間, 讓大家再就有關那幾個, 所謂非政府的修理案, 拿一個平衡, 拿一個共識的話, 我覺得這個空間我們需要爭取, 即使到頭來, 我們是公規一跪, 但是作為香港一個, 現在越來越開始, 步上民主政治的社會, 這個教訓, 這個過程, 我們是需要付出的。 主席, 我就留意到, 剛才有些說法, 用了一點點說一說, 就是有政府回應很多關於現在反對一方提出來的例子和意見, 其實很多時候, 當然我們盡力而為, 找一些主長、 找一些大律師出去講, 但是我發覺, 為什麼有些很簡單的道理呢, 政府是不能夠可以很聚焦講講呢? 很簡單, 例如說, 梁振英先生上台唱歌那件事, 根本現在是用了議行法例, 因為太多漏洞, 所以, 卑無奈, 就要在穩陣起見方面做多一點點事, 例如說, 申請牌照這些, 當然, 新例之後的情況又不同, 新例和舊例的情況都沒有人可以清楚解釋, 究竟現在在行舊例的時候是怎樣呢? 萬一說新例之後是怎樣? 又或者, 在我們現在的現有條例裡面, 已經有條192條, 很清楚講, 任何這個版權條例裡面的東西, 都要是受制於我們一般認普通法裡面的原則, 就是一個所謂公眾理益的原則, 如果公眾理益認為根本太縮碎, 不應該告的, 又或者在那個情況下, 根本是沒有可能 版權人採取行動去告的, 法庭根本可以完全不需要理, 亦都不需要被任何判斷, 亦都不需要被任何製作的。 這些道理, 我相信為什麼, 如果有機會可以在辯論裡面再提出來的話呢? 令到大家, 雖然在這麼複雜的版權條例裡面, 在現場, 我不知道廖長江有沒有在那裡, 但我相信起碼我和廖長江議員都相對來說, 以往都叫做專做版權條例, 都覺得一定有困難, 更何況其他很多不是專注在這方面的同事, 又或者由於我自己本人都好, 因為這麼久沒有真的做案的時間, 所以就的而言之說生得瘦, 都仍覺得很多困難, 我覺得是時候大家都要平心靜氣, 與其說再互相抵消大家的時間, 互相折磨, 倒不如好些坐下, 如果加拿大能夠可以有個妥協, 出了一個UGC, 如果英國能夠有妥協, 令香港更加多些保障, 更加多些自由呢? 陳偉業議員